其實人真的很脆弱 當面對嚴重疾病 當時你也有觸手無策 渣哥大家對他的印象 相信離不開火爆霸氣大男人 但在硬正自稱惡死霸道如激安的他 講到17年幻想肺癌兼兩度復發 像正儀一樣的賢妻譚小環一直在背後默默支持患難與共 鐵漢都有悠情的一面 對老婆的心聲就像最近揭露的廣告歌歌詞 說你要照顧我擔心得出一面權傭 而我病闖中反悔內疚 渣哥渣嫂2007年結婚至今14年 常當年一個港姐出身 另一個是管800人的保險公司區域總監 望落一粒一凸一圓一硬 多年來相處都不錯 除了 我跟她結婚十幾年 我經常跟她吵架的唯一一件事 就是叫她戒煙 你知道她吃慣煙的 她從很小開始已經戒煙 她不是不想戒 而是根本戒不了 所以經常都是為了這個問題 她是很堅固的 她吵架 到後來 2017年10月 真的確認了她 照到有8cm 那麽大的陰影 而CT說她是第三期肺癌 我是沒有叫她一句戒煙 因為我覺得 不可以再煩她了 我是想她開心 不要再給她一些包袱 非常時期 不好的事 又溫柔體貼的老婆消化了 那天我不知道這麽嚴重 因為他們都沒有告訴我 是他們知道這麽嚴重 所以他們害我都沒有害我 我還嘻嘻嘻 我還當自己沒事 幸好我當自己沒事 最後真的沒事 哈哈哈哈 事過境遷 渣哥說得輕鬆 但想當年要做六個小時手術 撤除右邊三分二肺 醫生打電話報平安都嚇到小環 驚到哭 以為順順利利 怎知之後兩年 老朋友又再兩度找上門 要做兩次電療才能搞得到 渣哥性格強勢 說以前天不怕地不怕 是因為沒有考慮到家人 自己不想不喜歡做的事 即使拿著一支槍指著他 他也不會跪下 但身體有時 見到小環和家人 秘書助手很擔心 就知道不可以再任性 從煞瀾開始 就覺得幾十歲的人才不改 但你也要改 你還沒死 所以我出聲 吃了幾十年煙 戒不了 說戒就戒 就是想起自己 自己反而是很小事 你也想起身邊的人 擔心你 你還好意思吃 你真是 就是那剎那 就戒了幾十年 放下就這麼多年 沒吃過了 向來牙齒齒的渣哥 幾十年煙 說戒就戒到 我跟她說抱歉 因為自己任性 幾十年戒煙都不戒 搞到這麼大的病 搞到家人很擔心 所有生日老婆都擔心 我跟她說抱歉 然後她說 嘿 是家人 不要說對不起 不要說對不起 不需要 因為是自己家人 自己一家人 互相幫忙 是吧 怎會要你這樣說 我亦不想她說 因為會影響她心情 說這些事來做甚麼 當時我只是想她快點 快點康復 正面一點 就不需要跟我們說對不起 小環以前拍劇 拍電影唱歌 轉型開店都搞得行 只認為很獨立 很硬正 沒什麼難到她 平時照顧渣哥 都好像照著大小孩一樣 直至老公有事 對她來說 是人生一大衝擊 才發現 老公一直是她背後最強的人 其實是我自己一生成員 想一下 我是她最強後盾 因為我一直覺得自己 我是很堅強 我是很硬正的 某程度上我挺佩服她 她覺得她的性格 遇到… 在這件事她性格 給我的感覺 其實她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她其實是我的自強後盾 人生是 每當遇上難關逆境 都總會有些東西學到 一起成長 以前有時經常吵架 有時經常吵架 你吵架我 我吵架你 廟話嘴 不理睬 那些事情很多 是吧 但是… 但是… 一有事的時候 那種互相照顧 那些… 好像… 爐不可破 那些家人的關係 那在那裡 就很明顯地見到 那件事之後 很慷慕了很多 雖然你看我現在還是 大聲的 但其實已經很慷慕了很多 就是這樣 會懂得珍惜一下 還有就… 不要那麼兇 一吵架 不喜歡分開 我可以的 我自己一個人 我覺得以前這樣的想法 是太天真 太小孩 義氣用事 反而她 她永遠沒有說過 離婚、分開 這些字眼 我現在就… 反而我不會這麼… 輕易說這些 但17年之後 大家又多了溝通 她又有些改變 她真的很有明顯的改變 而我亦都有改變 所以現在大家是一個 幾和諧的方式 我覺得我幾喜歡 現在的相處方法 我本身是… 我父母是一個很高… 即是在我心目中 是父母很重要的位置 她現在可以第二位了 哈哈哈哈 因為始終 她給我的感覺是… 她肯聽我說 她是進步了 其實她夫婦本身都很疼對方 為對方切上 好像小環那樣 本身不喜歡小朋友 渣哥就很喜歡 雖然說好了不生 但小環39歲那年 甚至是想幫丈夫 飆回美會 走去試人工受孕 我當然要感受 她根本是很討厭 即是不太討厭 即是不太討厭 即是不太喜歡小朋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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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ci… 即是… 好像我一番紅色 不一樣 都不用但沒有 不會對方 我又有 boost 自己'. CINине 哎呀